好,来我们看这一题,它说PQ是一条线 然后呢,它说PQR会变成一个直角三角形 然后我在这一边放一个R,然后这边放一个R 这样它就是一个长方形,然后所以这一边是直角 然后所以这一边也是直角 所以这一题呢,它有最简单的两个possible answer呢 就是在这两边呢,因为我的这个PQR1 R2会形成一个长方形,所以这边是一个直角 所以我的R1这一边是二多号E 然后我的R2这一边是那个四多号9 OK,所以我的二多号E跟四多号9 这个非常简单的,就可以找出来 然后现在的问题来了,到底我的R3跟R4 那个参考书它是怎样来的呢 首先你要想象一下 这个其实是一个圆形 OK,然后 它会经过 那两个点 OK,它会经过 OK,首先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圆形 OK 然后这个圆形它会经过完这一些点 OK,所以在这一边里面呢 这一些点,你看我的R2,R3,然后R1,R4 全部都经过这些点 所以这一些点,其实就是你在这个P跟Q的中间 就是说你的P跟Q的中间这一边 OK,你拿那个圆规插下去 然后开到P,然后开到P,然后你画一个圆圈 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它所经过的每一个点都可以帮它结合成那个直角三角形 然后我的R3是什么呢? 我的R3这一边的coordinate是7都号6 然后我的R4这边的coordinate是什么? 是-1都号4 所以这两个其实它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找出来的 然后其实为什么这一个是成立的呢? OK,因为我们在Fontrate Chapter 6的那个Sircle的那个angle里面呢 我们知道如果我是一个Diameter PQ OK,PQ是我的Diameter 那么我的PQR OK,PRQ就会90度 就是说Diameter,总之是Diameter出来的 它就会是90度 就是说假设我假设这一边这样连接出来 过来这一边,这个也是一个90度 然后我在这一边这样连接过来 总之它的那个Diameter延伸出来的都会是90度 OK,然后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Property 所以这一个就是这样来成立的